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姐妹早晨 我們今天來到希伯萊書的第三章 如果我們將它分段 我們可以一到六字是一段 然後第七節 去到第十五節是一段 最後就是十六節 去到最後 三個小段落 我們先看第一個段落 它說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 你們應當思想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他為哪設立他的尊重 如同摩西罪神的全家尊重一樣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 好象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萬有的就是神 摩西為伯人在神的全家 誠言盡忠 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 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一開始他再次說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 這個很特別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 甚麼叫聖結弟兄 這卷書 希伯羅書 其實充滿著舊約的概念 聖結的意思就是分別為聖 歸於神 即屬神的就是聖結的 我們在舊約裡面 常常都看到這個概念 聖殿裡面有碗碟碟碟碟 不是因為它比你家裡的一隻這麼名貴 所以它是聖結的器具 是因為它是被分別出來歸於神 我經常用這個例子 我家裡的碗可以用金造 可以雙碗補石 但是是竹物 但是一隻雅杯 但是將它分別為聖 歸於神 放在這個聖殿裡面 供聖殿使用 它就是聖的 它就是遺聖的 所以這裡一開始 它就說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 就是再次提醒我們的身分 就是我們是聖結的弟兄 我們是聖結的子民 是屬神的百姓 之所以我們是聖結 是因為我們從世界被分辨出來 所以我們不要再歸回到世界裡面 即是你洗完涼乾乾淨淨 你就不要滾到泥淡那裡 而且是蒙天照的 就是有一個天上而來的呼照 將你叫了出來 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 神拯救他們出埃及 出了埃及就不要再回頭 也根本沒有回頭路 他們要走红海 香港的 hablar 但你怎樣回頭 你能有本事再合more 所以在這個地方 的創詞是在希伯蘿書這裡的時候 其實再次提醒這些 猶太籍的信徒 你們是蒙天照的 就是天上有一个呼召给你 这个呼召就是呼召你走天路 就是你是天路下 你已经收到这个呼召 收到这个call 已经踏上了这个旅途 是吧 所以你是圣洁的弟兄 你是有一个圣洁的身份 你已经被分辨出来是归于神的 所以你们就要思想了 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为我们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因为这些信徒 又想回到犹太教育里面 去躲避这些迫白 躲避这些要面对的艰难 所以作者就提醒他们 不是呀 你们已经被call了出来 你们已经被呼召了出来 而且已经被分别为圣 所以就不要转回头 你们要思想的 反而是要更深地思想耶稣 那耶稣究竟是谁呢 他是那位的使者 他是大祭司 使者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为 apostle 就是使徒 其实原来耶稣都是使徒 使徒就是拿着教会的蓝图建造教会的人 所以其实教会是耶稣建造的 我们这位基督他是使徒 他是大祭司 所以你要思想的 其实是要思想主 当我们面对这些信仰上的艰难 信仰上的摇摆 在大祭司的时候 我们要focus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要去思想耶稣 思想这位教会的蓝图的拥有者 思想这位的大祭司 他是那位为设立他的尊重如同摩西 所以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来说 耶稣就像摩西一样 摩西在神的全家里面尊重 这是旧约里面神给摩西的一个讯息 神给摩西的一个肯定 肯定他是在神的全家里面尊重的那个 所以同样的 耶稣也是为设立他的那个尊重 耶稣是忠于神的 当然在这里也都将耶稣的榜样摆了出来 当这些人在摇摆的时候 其实作者很想让他们去思想耶稣 因为如果耶稣都好像我们一样摇摆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今天告诉你 你放心吧 我会为你上十字架 除去你一切的罪 明天就说 还是没有了 想想想 也很痛的 还是不肯了 你自己搞定了 后天又说 哎呀 其实你也挺可爱 好吧 我为你死了 然后看着他旁边的那个 其实你不得可爱 你又拼我嘴 我也是不想十字架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救恩就真的惨了 飘忽无定到这样的时候 那谁可以得救呢 所以 其实耶稣就是在神的面前 在设立他 叫他成就救恩的神面前尊重 好像摩西一样 不过有点不同 就是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 就好像建造房屋比房屋更荣耀一样 所以因为如果这帮人要回到犹太教的信仰里面 摩西就是他们最崇敬的 因为整个律法书 《摩西五经》都是由摩西所写的 摩西的律法 他们所持守了这么多年的 都叫做摩西的律法 但问题就是 在这里 作者让他们看见一幅图画 就是 如果你要回到教堂市 你要回到摩西的教训里面 但你明明已经认识一个比摩西更大的 如果摩西有荣耀的话 基督当得更大的荣耀 如果你这样去推崇摩西的话 你更应该要推崇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 只不过是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像建造房屋的人和房屋一样 如果你看到这个房屋设计都美轮美换 起得非常之什么 非常之好 非常之华丽 你看到背后的设计师 是不是更加应该惊叹 你怎么想得出 你很厉害 对不对 那个建造的人 那个设计的人 应该是被他所创造出来的 的东西更有荣耀 更配得尊明才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摩西和基督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摩西是仆人 摩西是在神的家里尽忠 但是基督是儿子 如果你去到一个家里的时候 那你是很想认识他家里的管家 还是很想认识家里的屋主呢 既然你已经认识了家里的屋主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反过来 就是找一个管家 谋求一官半职来做下呢 对不对 这个本末 这个大小其实很清楚 何况摩西是被造的 基督是创造的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 作者在这里所拿出来的一个 讨论 就是拿出来的一个道理 基督是儿子 是治理神的家 所以那个分别就在这里 一个是仆人的身份 一个是儿子的身份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已经认识更美好的 然后放下更美好的去选择 似好的 其实作者就在这里告诉这些 犹太正的信徒 你们没有理由走回头 你们没有理由 有一个这么荣耀尊贵的基督 你们把他放下 然后回去追求摩西 其实摩西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指向基督 摩西的服侍 尽忠就是努力把人带向基督 那你今天反过来走 是不是奇怪呢 是不是不应该呢 是不是要想清楚呢 所以这个就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提醒的 应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一条永生之道 天路的历程我们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在这个路上了 我们就要向着那个终点 向着那个目标继续走下去 直到走到终点为止 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后退 是不是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是否继续往前走呢 神母和我们应许过 说这一条路是一帆风顺的 这条路上面也有高高低低 有坑有洞 是吧 但问题就是 方向已经明确 就是好像我们行山一样 大家有没有试过行山 行山的过程呢 是不是 有可能是很辛苦的 走到气来气喘 走到抽筋 走到某些路段很难走 是不是 但是行山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坚持下去 克服路途上面的辛苦 但是当你辛苦过后 上到山上面 那种豁然开朗的风景 你会觉得前面所付的一切的代价 都是很值得的 我们经常都带人去以色列 我记得我试过有一团 带他们去爬西乃山 哇 真的不是人敢扮 因为天都未光 三点钟就要起床 三点半到四点就出发 就上山了 上山的路途也都是很崎嶪的 然后还要摸黑 因为一盏灯也没有 也没有街灯 那么就摸黑地在山路上山 一边就是懸崖 一个叉错的 可能就再见了 就回天家了 哇 那条路又辛苦 但是上到上面之后 当你看到日出的时候 那个云海 各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作者给我们看到的 其实我们是要坚持的 当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胆量盼望 去坚持到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成为神的家 这个就是作者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信仰的路其实是要坚持的 不要遇到困难就退态 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 这些犹太籍的信徒 不要因为看到前面可能有难关 于是乎你们就走回头路 于是乎你们就放下基督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合理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大段落 7到15节 他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抗野惹他发怒试探 他的时候一样 在哪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书 他们心里尚尚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路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传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追迷惑 心里就肝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与他发露的日子一样 这一段的圣经七节到十五节 出现了两次 引用旧约的诗篇的九十五篇 就是你们今天若听从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抗野试探 与他发露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所以这一段要告诉这些信徒 就是不要硬着心 什么叫硬着心呢 这个硬着心的意思就是不要试探 什么是试探呢 我们从这里来看 其实不要硬着心 不要试探他的意思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听神的话 听神的话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跟随神的带领 要跟随神 要跟着神 要听神的话 否则的话 那个就叫做硬心 那个就叫试探 不听神的就是硬心 硬着心的 不听 所以这些硬着心 这些硬着心 这些硬着心 不听其实就是缝译 就是缝译和不听 是会惹神发露的 在神的眼中这种事情 就是试探神 所以 好像这一段 和前面那一段的关联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好像转了话题 其实没有转过话题 是不是 前面那段就是说到 基督比这个摩西更大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正众 要听他的说话 要跟他 所以后面就引一个 救药里面的例子 就是告诉他们听 其实神都是这么说的 圣灵有话说 这番说话是圣灵讲的 就是我们 就是劝我们要听神的话 要跟随神 不要硬着身 就好像他们的列祖一样 在抗野里面 野神的发露试探他 所以 他说 所以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试我 探我 并且观看我 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的时间 以色列人在抗野里面 试探神 在抗野里面 野神发露 所以神厌烦那个世代 厌烦那个世代的时候 神给他们一个讨论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心里面 上上迷糊 不懂得神的作为 心里面上上迷糊 就是他们的心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迷糊的意思就是 没有了他的understanding 就是没有了个明白 心里面不得明白 不明白神的心意 不明白神的作为 虽然有那么多的神迹歧视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不明白 什么叫不明白呢 如果你看到这些 那么多的神迹歧视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是通透 是明白的 你就会降伏下来 你就会知道 哇 这位的神 创天造地 这位的神 非常有能力 这位的神很伟大 我要跟他跟到底 有时候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人 我们很骂 我们很仰慕他 你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很有能力 那你会怎样 你就会说 我要决定跟着他 以后我就跟在他身边 这样就好了 但是神竟然 行了这么多的歧视等等的时候 以色列人没有这份的明白 他们的心里面常常迷糊 还是在举旗不定 究竟我跟神好 还是返埃及好呢 这件事就惹神发怒 就是神说 喂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 展示了这么多事 给你看 你还在问一个这么愚蠢的问题 你还想回到埃及 有没有搞错 所以为什么会惹神发怒呢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四十年之久 他们观看神的作为 但是心里面他是迷糊的 竟然看不明白 不能够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其实我们跟不跟神 就是能够看得出我们是否认识神 如果我们认识神 我们怎样会不跟 其实如果我们不跟的话 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神 这个位置也很值得我们思想 我们的祖长 我们的牧者 有时候提醒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跟不跟 我们听不听 其实我们跟不跟 听不听 就很能够 就能够看得出 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属天的智慧 究竟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的神 神透过我们的牧者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认识神 我们就会去听 如果我们顶撞 我们不肯听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 或者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 我们都是心里迷糊的 在这里顶撞神 试探神 这个就是那个状况 所以第十一节 他说我在路中起誓 这个我当然是指神 神就在路中起誓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们的安息 好了 这里又有点难解了 我们看希伯来书 突然之间就不知道 他的逻辑是什么 明明在抗野的遭遇 为什么又无端的提到安息呢 我觉得很感恩 就是在今年的年头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心版的十戒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如果忘记了 可以听一下 其实这里一跳就跳到第四届 第四届是什么 当手安息人 进入安息 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呢 其实当希伯来书的作者 写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说你对面不可进入安息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传着一个不信的恶心 将永生神离弃 其实这件事是很有关联的 因为第四届 当手安息人 当手安息人的核心重点是什么 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呢 其实进入安息呢 今天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就是放假了 休息了 休息了 不用做了 但是安息人不是说这些的 其实 安息人不是说 我们就是放假了 休息了 什么都不做了 去旅行了 enjoy live 我们听我们前面说 这个新版十架 说到第四架的时候 当手安息人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 安息人的核心是什么呢 安息人的核心就是 在这一天里面 守安息人的意义就是 我们整个生活是以神为中心 这个才叫做安息人 什么功都不可作 那个目的不是因为我们不好做事 不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懒 而是当我们什么功都不作 放下世上的一切 以神为中心 所以安息人的核心是 来到神的面前献祭 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亲近 与神connect 跟神连结相连 这个才是安息人 所以进入安息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神的同在 与神手拖手一起走 安息人最大的意义就是 让神住在我们的当中 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同在的里面 其实是我们跟从神 我们来就近神 我们来朝见神 我们来跟神去连结 我们跟神去团契 我们跟神去合作 我们跟神绑在一起 我们跟着神 这个才是安息人 所以十教里面 当手安息人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以神为神 以神为中心 整个的生活 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因为地上的万族里面 从来没有哪个族 有安息人这一回事 唯独是以色列人 所以六天你要做工 第七天要卸下手上 一切的工进入安息 就是每六天工作之后 有一天是我们完全是跟随神的 完全是以神连结的 所以整个的一个礼拜的作息 其实安息人是那个中心 整个以色列人的居住生活 神的同在 会莫是中心 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会莫的系列 所以我们就明白 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什么呢 其实是要将他们带入这一份安息里面 从此在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围牢的 他们是做尊的 他们是没有安息的 他们离神是很远的 所以他们呼天抢地地说 神啊 你看不到我们的苦情吗 神啊 你好似离弃了我们一样 我们在这里挨苦 我们在这里做尊 我们在这里没有盼望 地不是我们的地 是埃及人的地 我们多努力都很建造 是为埃及来建造 以色列人说 我们围牢之家 我们围牢之人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我们牢牢役役役 所做出来的一切 都是跪于埃及 神听见他们的苦情 将他们拯救出来 要带他们进入安息 进入安息的意义就是 神说 我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你们以我为神 这个就是安息了 所以当我们这样硬着心的时候 我们去顶撞神 我们不跟从神 我们不听神的时候 我们进入不了这个安息 因为安息不仅是一个日子 这么简单 当我们这样去顶撞神 我们去不听神的时候 我们怎样跟神去连结呢 我们怎样跟神去展开一个亲密的关系呢 当这个连结这个关系不在的时候 我们进入什么安息呢 我们根本进入不了安息 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说的 所以呢 所以在作者的眼中 在这一种不信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信的恶心 将永生的神离弃了 所以他就劝戒 你们要互相劝 免得你们当中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面肛硬 所以 因为你要互相帮助 互相劝 一同大家與神連結 一同跟從神 一同走這條路 當中有人暫時軟弱的時候 你們要比試雙勸 比試勸勉就是繼續 真的好像爬山 真的好像天路歷程一樣 大家鼓勵大家繼續 我們快要到山頂 這一段是困難的 但是跨過這一段之後 前面美好,風光無限 繼續 甚至再好一點 伸著手拉他一把 來吧,我幫幫你 我們一起走上去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免得我們被罪迷惑 如果我們可以把起初的信心 堅持到底 在基督裏面就有份了 所以這個信仰 這個天路是要堅持的 當中是有磨難的 當中是會有艱難的 但是艱難不要緊 是可以跨過的 我們堅持下去 在基督裏面就有份了 所以經上面 剛才聖靈說 現在又重提一次 同一段的詩篇 九十五篇 經上面都是這樣鼓勵我們 你們今天要聽他的說話 就不能硬著心 將惹他發露的日子一樣 所以千萬不要心硬 不要惹神發露 我們要繼續走 不要在中間停留 也不要在中間甚至倒退 繼續走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看最後一段 十六到十九字 他說 那時聽見他話 惹他法露的是誰 豈不是跟著摩西松 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甚四十年之久又厭凡誰 豈不是那些犯罪 私手倒在抗野中的人嗎 豈鄉誰起誓 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 豈不是那些不信松的人嗎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 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問題就在這裡了 十六到十九字 其實再解釋 前面這個作者引用的舊約 即是如果我們硬著心 我們不聽 其實我們惹神發露 還有就是原來我們硬著心 我們不聽 我們不跟神的時候 到最後我們是沒有辦法進入安息 這樣就大件事了 代價就負了 埃及出了 到最後竟然是死在抗野裡面 進入不了安息的裡面 所以這個作者就說 那個時候聽見神的說話 惹他發露的是誰呢 猶太人不要以為你是猶太人 你就一定可以 不要以為今天我們 這個要很小心說話 這個要很小心聽 我們相信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恩信稱而 信的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耶穌是主必然得救 這個是確實的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 的確是這麼簡單 但是也很不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心裡的相信 心裡的相信 是不是一個真相信呢 你明白嗎 相信這件事 是看不見 摸不到的 我怎麼知道你真是相信呢 所以 如果你是真心相信的話 必定有一些行為上的改變 可以看得出的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就是 那個問題 以色列人他們經歷神 他們進入去抗野 跟隨神 40年 那是不是真的相信呢 其實這個聖經作者 在這裡就在提出這個疑問 他說 當時聽見神的話 但是以色列人惹神發怒 這個圖畫很特別 是在埃寇的時候 他們呼天搶地 就說 神啊 你來救我們 我們要跟著你 你是我們的神 你救我們 我們就跟著你 但是跟著跟著 跟著抗野的時候 是有艱難 那些艱難是什麼呢 就是太陽太曬 沒有東西吃 其實不是沒有東西吃 不過只是食驗了 沒有水喝 所以他們就發怨言 你領我們出來 是想領我們去死的 你不是幫我們的 你不是救我們的 你有沒有試過 跟自己爸爸媽媽說 我們如果可以 插一刀在爸爸媽媽身上 最傷的那句是什麼 你也不是我爸爸 你也不是我媽媽 是不是 你也不是對我好的 這些說話就是最傷的 因為爸爸媽媽真的對你很好 你這樣一拒絕的時候 就很傷父母 所以 這些的以色列人 他們出了埃及跟著神 但是在那四十年裡 他們不斷地頂撞神 不斷地向神提出埋怨 怨這樣怨那樣 所以神就向他們發怒 神所向他們發怒的這些人 是什麼人呢 其實是以色列人 其實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其實他們是蒙照 本來要進入安息的 但是因為這些怨言 因為這些頂撞 以至到他們沒有辦法 進入那個安息的裡面 這個安息所指的當然就是 跟神那份的關係 更加也指到這個應許之地 神要帶他們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讓他們得安息 這個安息當然也指 其實進入應許之地 之後就是以神為神 他們成為一個神的指民 一個全身的一個角度 他們是被神帶領被神建造的一群 這個才是那個美好的藍圖 但是問題就是 在這個曠野當中的時候 他們在漂流的這些日子裡面的時候 不斷地頂撞神 所以以至到神跟他們說 有些人沒有辦法進入安息 其實那個世代全部都倒敗 在曠野裡面 沒有一個能夠進入應許之地 除了加勒和約書亞之外 是不是 所以原來 原來這個跟不跟到底 是很重要的 不要以為他們出了埃及 不要以為他們是阿巴拉罕的後藥 他們就一定行 其實是要一直跟著神 這個圖畫一說出來 這些猶太籍 希伯來籍的信徒 就要好好地想 今天我已經信了耶穌 但問題就是 我有沒有竭力地進入安息 如果這樣看 我們就明白 什麼叫做竭力地進入安息 因為這兩個字好像相反 安息給我們感覺 就是什麼都不做 但原來安息是要竭力進入的 即是用力還是不用力 即是做還是不做 是不是 即是很努力地 很用力地什麼都不做 那這個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曲解了安息 我們不明白什麼叫安息 安息不是指什麼都不做 安息是指 我們將我們整個人生的方向 核心重新調整 對準神 與神連結 靠近神 親近神 所以這個是要揭力的 為什麼我們要協力一切的功 因為我們所做的功都是屬世界的 在這些功裡面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對準神 所以我們要放下這些東西 重新教正我們的人生 以神為中心 這個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意義 所以我們要揭力地進入安息 原來這個安息不是誰都可以進入的 所以神 十八節說 又向誰起誓 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 豈不是向那不信從的人馬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 是因為不信的緣故 神的心意是要 讓以色列人進入那份安息 和神的關係是完全沒有阻隔的 但是呢 唯一一樣東西 讓以色列人沒有辦法進入安息的 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是不信 我們為什麼會頂撞神呢 因為不信 我們為什麼會埋怨神呢 因為不信 我們為什麼會不跟神呢 因為不信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守安息日呢 因為不信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原來我們不信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進入那份關係的裡面 沒有辦法進入安息的裡面 那麼我們就倒閉在曠野 所以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再一次提醒 這些希伯來的信徒 就是千萬不要不信 千萬不要已經認識基督之後 把基督放在那裡 不要領受了真理之後 又是想回到世界的裡面 以色列人在曠野裡面的問題就是這裡 他們向神發抱怨抱怨到最後 其實只是說一件事而已 讓我們回埃及 埃及起武墳墓嗎 為什麼要將他們帶來曠野呢 埃及以前的日子 我們吃這個 吃這個 吃這個 享受這個 享受這個 總比現在死在曠野裡面 對吧 這就是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所發的怨言 但這個怨言一出的時候 其實 他們就倒閉在曠野裡面 其實根本 因為 根本就沒有回頭路 我們坦白地用人的邏輯來想想 如果神真的不管他們 真的任由他們回埃及 你覺得他們回埃及會有命嗎 你不想一下 以色列人 你出埃及的時候 打劫了整個的埃及 帶去了埃及一切的財富 是吧 跟著 埃及的追兵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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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追到紅海的時候 全軍覆沒 然後你現在說 回到埃及 埃及人怎麼看你呢 以色列人 埃及人 一看到你就火滾了 因為你是他的仇人 你拿了他的錢 走了去曠野 你殺了他的兒子 殺了他的爸爸 全軍覆沒 所有的軍人都撞身在海底裡 然後你現在大搖大阪回來 說我要回來埃及 我要在這裏住 我要再次吃好東西 我要在這裏安居樂業 我要在這裏 好像以前一樣 跟你們的埃及人一起住 你覺得埃及人會嗎 他肯嗎 是不是 所以以色列人根本看不到這些 所以神說他們心裡迷糊 當我們從這個世界被呼召出來 我們走上這條熟天的道路的時候 世界和我們之間已經是仇人 我們在撒旦的手中走出來 你以為我們跟神跟到一個地步 信仰的路很艱難 我們不如跟去撒旦那邊的時候 你覺得撒旦會是省油的燈嗎 即是他看到你這樣在他的手上 脫了出去 當你這樣回來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 請你吃雞腿 你回來就好了 來抱抱,來吃吃 當然不會 你回來的撒旦 只會這麼大力地去拿你的命 但到最後是怎樣 世界撇棄你 神你又跟不上 那你的日子是什麼呢 就像這些以色列人倒閉在曠野裡面 所以其實希伯羅書的作者 是要讓這些希伯羅信徒看見 就是沒有回頭路可走 你已經認識這位忠信的大祭司 這位的耶穌 這位的基督 這位的救主 他是創造天地的神 他的神跡歧視 要將我們帶入安息裡面的時候 我們沒有退路了 我們不能走 但是相反 我們憑信心繼續往前走 守我們當手的安息日 神的永恆神的 封聖神的慈愛神的 在基督裡面一切的產業 所得的份 都是為我們所預備 為我們存留 所以我們 相反 但我們不單止不應該退後 我們應該比前面來更加的往前走 因為我們知道 終點就在前面 那個美好的盼望就在前面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輕害我們今天 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難 因為更美好在前面 並且我們要做一個聰明人 知道其實根本就沒有退路 所以我們不斷的要向前 Amen Aleluia 暫停 讓我們《神》 就算我們要過 《神》 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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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ith holy thunder who leaves us breathless in awe and wond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ill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ill bear my cross you will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you will see set free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who brings who brings out chaos back into order who makes it offense a son and daught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who rose the nations with truth and justice who shines the sun light in awe this brightness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ill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ill bear my cross that you will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ill see set free Jesus I sing for all you've done for me worthy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s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s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king of the king who conquers the grave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ill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ill bear my cross You will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ill be set free Jesus, that you've done for me Alleluia Yes,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hat you've done on the cross for us, Lord Thank you, you paid the price, Lord, for our sins So we can be saved and forgiven, Lord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Lord,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ness Yes, Lord, we praise you Alleluia Lord of all the earth How you care for me You have made me You will save You carry me always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Lord, You are my guide And I rely on You I put my hope in things not seen Your promises are true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Always You with me Your hand will lead me You trust in Your real name Always You're with me Your hand will lead me I trust in Your name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faithful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You are faithf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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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joy is my strength 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 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今天神都跟我们说 同蒙天照的圣洁的新裔弟兄姐妹 你们应该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我们一起先来开声 来到去感谢我们的神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已经走上这一条天路历程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前面是满有盼望的 因为我们知道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最好最好 纵然前面的道路 我们可能是不确定的 纵然我们知道不是天色常蓝 但是我们知道是因着神的恩典 是因着神的拯救 我们同样都走上这一条天路历程 我们一起先来就来 我开声为着神对我们的呼召 为着神对我们的救恩 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封诚 我们来开声赞美我们这一位的神 我们知道这一条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路 我们就开声为着自己 来到看见这一份盼望 有胆量坚持到底的那一份能力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呢 师父 师父 si 耶稣黎做一次的赞美你 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 你甘愿就来到这一个世界上面 走上这一条的路 还有今天同样 你说你要呼召我们 每一个都踏上这一条的路 爸爸我就求你 给我们有从你而来那份的勇气 信心 坚毅 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 让我们相信这一刻 可能我们未能够完全尝到那份的甘甜 但是让我们相信 在永恒的里面 神啊你就要让我们得着那一份 完全的满足 完全的盼望 完全的拯救 爸爸我就愿你亲自的来 加能赐力给我们 每一个新的弟兄姊妹 再让我们在这条天道历程的上面 让我们不孤单 我们不乏力 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让我们就能够经历在这个天道历程的里面 有很多很多你的丰盛 有很多很多你的甘甜 你的恩典就在其中 最愿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命以求 Amen 领支妹请坐 今天在圣经的里面 在第七节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当我们今天说我们不硬着心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听 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听 很可能我们都会觉得 不是因为我都算是听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听 神并且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要真实的进入安息 进入安息再一次 阿迪努牧师提醒我们 不是只是我们懒散 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的生活 要以神为中心 今天神再透过 《希帕来书》第三章 要提醒我们 要做一个听的人 也都要 我们的生活 要以神为中心 2022年 今天才带入第六天 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主日 你们听贴心牧师的预言的时候 现在还记得多少呢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听的人 你究竟还记得多少成呢 那天贴心牧师的预言呢 但是我们相信 神真的要透过我们的先知 透过我们的牧者 给我们的一些预言 是要让我们在今年的里面 要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好吗 这一刻我邀请大家 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 我们可以开我们的记事簿 我相信一星期六天 你们听的时候 没有记得任何东西 听完就 然后记得多少就只有多少 我们今天再一次给大家 机会再重温一次 神给我们2022年的说话 我们可以开着我们的备忘录 我们就来写下 神透过贴心牧师 给我们的预言 对我们今年的提醒 我们究竟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究竟要怎么来回应呢 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一段的预言 感谢神 感谢神唯有神能拯救 感谢神唯有神能拯救 我们一起来为2022年来领受 我们一起来为2022年来领受 当我为今年来祷告 当我为今年来祷告 我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大海当中有很多的人 浮浮沉沉 在大海当中有很多人 浮沉沉 他们手不断地向海的上面伸直 他们的手不断地向海的上面伸直 他们在求救 他们求救 什么样的年龄层都有 什么样的肤色种族都有 什么肤色种族都有 一望无际 到底有多少人 到底有多少人 完全看不见 因为太多了 神说施恩拯救的一年 施恩拯救的一年 施恩拯救的一年 2022年 2022年 整个大环境越来越艰难 整个大环境越来越艰难 甚至这样的艰难是 前所未有的艰难 甚至这些艰难是 前所未有的艰难 这样的艰难使人恐惧 这些艰难使人恐惧 害怕 退后 甚至很多基督徒会因此而跌倒 也不再选择相信神 因为这个艰难实在太大 因为这个艰难实在太大 好多人活在恐惧 怀疑跟不幸 神说孩子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神说孩子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在越黑暗跟艰难的日子里 在越黑暗艰难的日子里面 我要你的眼目定睛于我 不是去看去听世界给你的资讯 不是去看去听世界给你的资讯 我要你把你的心跟你的眼目 放在我的身上 我要将你的心 你的眼目放在我身上 因为我是施恩的神 因为我是施恩的神 我的怜悯我的拯救 必然要临到你临到全地 香港啊兴起 香港啊兴起 台湾啊兴起 台湾啊兴起 澳门啊兴起 澳门啊兴起 中国啊兴起 中国啊兴起 我看到神的保血划定界限 我看到神的保血划定血线 神说兴起啊兴起 神说兴起啊兴起 施恩拯救的一年 施恩拯救的一年 神说我将这些地方 分别为圣 神说我将这些地方 分别为圣 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好 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好 乃是因为神定义 在这些地方施行 祂要做的计划 乃是神定义 在这些地方施行祂的计划 神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 神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 孩子我要你兴起 孩子我要你兴起 神的恩典要借着你出去 神的恩典要借着你出去 神的救恩要借着你出去 神的救恩要借着你出去 特别是香港 你是蒙神所看顾的 特别是香港 你是蒙神所看顾的 你是蒙神所拣选的 你是蒙神所拣选的 神将恩典倾倒在你的身上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神这恩典倾倒在你的身上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留意所有的弟兄姐妹 六日日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 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 我要你兴起 我要你兴起 将神的光 将神的光 神的爱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现在是布道的时刻 现在是报道的时刻 是传福音的时刻 是传福音的时刻 是拯救灵魂的时刻 是拯救灵魂的时刻 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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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借着你们来施行拯救 你们是蒙简选跟保守的一群 你们是蒙简选保守的一群 要大大的喜乐 大大的赞美 要大大的喜乐 大大的赞美 敬畏神 敬畏神 2022年整个大环境 极其的黑暗跟绝望 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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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必保守你十分的平安 神必保守你十分的平安 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 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 神要大师拯救 神要大师拯救 神对全地说 神对全地说 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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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夜和华要来拯救你 万君之夜和华要来拯救你 地上所有的百姓啊 地上所有的百姓啊 来寻求这位神吧 来寻求这位神啊 来依靠这位神吧 来依靠这位神啊 万君之夜和华要爱你 万君之夜和华要爱你 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 无论你的种族 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的种族 来投靠这位神吧 来投靠这位神啊 因为唯有祂能够拯救你 因为唯有祂能够来拯救你 唯有祂能够使你存活 黑暗的一年 黑暗的一年 绝望的一年 绝望的一年 让人极其恐惧压制的一年 让人极其恐惧压制的一年 但在神这里有真光 但是在神这里有真光 这里有盼望 这里有盼望 这里有医治 这里有医治 这里有拯救 这里有拯救 万国万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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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夜和华对你说 万君之夜和华对你说 来投靠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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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施恩拯救你的时刻 是神施恩拯救你的时刻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我们为香港蒙神的保守 我们来教授 我们都一起站立起身 我们愿意真正的用信心 用意袋来聆听神秘我们的话语 我们不愿意 好像经文里面说 我们是模糊 不晓得神作为的一群 我们愿意带着信心 进入神的安息 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群 我们就来开声 我们按着刚才 我们再一次听 神给我们2022年的预言 我们来开声 来谎言祷告 求神来加我们力量 保守我们的心 甚至我们要拯救 更多失丧的人 很多跌倒的人 很多流利失所的人 我们就来开声 来祷告 神说要借着我们 将救恩来传出去 神说要兴起我们每一个 神说要透过我们将神的光 爱和能力 带到在所有有需要的人身上 神说要透过我们将神的光 爱和能力带到所有有需要的人身上 神说要透过我们将神的光 爱和能力带到所有有需要的人身上 神说终于在黑暗绝望的里面 我们要带大家起来敬为神 在艰难一年的里面 神叫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神说要定征在祂的身上 不定正在世界的事情上 我们要被神兴起成为拯救者 祂 saludjuhuy renta ludishly 祂你 我们敬为在祂的面前 祂是大以可为的神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在2022年的开始以先 在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纳字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听的人 在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以神 以你为中心去生活的人 爸爸我就求你将这份纳字 每一天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 圣灵啊求你亲自的用力充满我们 以至我们有能力靠着你 按着你的话语来行我们的每一天 所以我们要单单的来依靠你 愿你将你圣经上的话语 透过先知所发的预言 深深的你都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让我们每一天都以你的话语为先 以你的心意行先 所以愿你亲自的来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恩告我们 带领我们 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纳志 奉耶稣基督国命以求 Amen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六节 同梦天照的圣诞弟兄亚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基督为义址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兄姐妹 我们是蒙神呼召 走天路的一群 是圣结属神的百姓 神在这里鼓励我们 要将这样的信心 坚持到底 世界会动荡 人生会有风浪 会有高低 但是神的道 却永不改变 所以我们要坚持 我们要好像 摩西一样 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当我们坚持 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尽忠的时候 神必定可以让我们 进入那份美好的安息当中 神是创天造地的神 祂有能力 为我们平静一切的风浪 只要我们坚定的 来跟随祂 风浪并不可怕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神 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对我们的生命 来到说话 我奉耶稣几道明 将我们所读的这些真理 放在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的灵里面 主要这些神的话语 要如同明灯一样 在我们的心中照亮 主要让我们 在黑暗当中看见光 让我们在黑暗当中 看见盼望 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 让我们带着这个 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 坚持到底 以至到我们成为你的身体 以至到我们成为你的家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的信心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也都随去我们里面 一起的惧怕 忧虑 胆怯 主要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并没有任何 值得我们惧怕的事情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再见